而吉安鄉公所從7月底開始一直到10月3號 在阿美文物館舉辦了原住民族全力入線到實踐巡迴特展 透過一則則歷史故事搭配時間線 讓民眾可以認識到原住民族的先人 爭取正名入線到實踐這一路來 閉路藍綠無味艱苦的歷史脈絡 每年的8月1號就是原住民族日 吉安鄉公所從7月底開始一直到10月3號 特別在阿美文化館辦理原住民族全力入線到實踐巡迴特展 其中包含原住民族日由來與意義 街頭的呼求 源泉的長路 聯合國原住民族全力宣言等主題 以展版文字內容讓民眾都能輕易了解到 過去原住民族先人走過的閉路藍綠 從整個特展裡面可以看到我們的堅毅勇敢以外 更帶來的是一個族群融合跟多元能量的一個鋪陳 所以吉安鄉公所這次的特展希望大家帶來正能量 也帶來8月1號的原住民族日的一個所有的多元鋪陳 希望能夠開啟族人的一個凝聚力的共識 也帶來所有關心不同族群部落的鄉親 一起來了解這樣的一個歷史的文化的傳承 以及我們未來要鋪陳的視性建設 生活移居在地的吉安來做發展 一折折歷史故事搭配著時間線 將歷史脈絡清晰呈現 而其中也規劃了留言板區 讓參觀民眾將自己對原住民權利的想法寫下 希望透過活動舉辦 不僅是推廣原住民族群的文化 也讓族人們能找回自己的身份與權益 記者徐立芹 吉安鄉報道